大家好, 这一条影片想简单介绍一下Sensible系列的产品有什么分别之外 也想说说今年由2024年7月1日开始 Sensible是我买SRS words代理的正货正品Sensible产品都会有两年的保养 扣完之后就需要到我们的网上做登记就可以了 事不宜迟,我们先说一下Sensible Sensible有三款 Sensible Air Pro,Rom Sensor,Sensible Sky 它们的基本功能已经非常实用 有什么共通点之处呢? 它们三部手机都有内置温度、湿度、温度、温度 所以才能知道现在的温度是多少 可以去到智能去控制那部冷气机 稍后讲解一下如何使用 接下来,你也可以用手机的APP 以及搜索器去控制那部冷气机 也可以用语音 Sensible是开放给API 外面有什么公开的APP 可以加上这些Sensible加功能 总之那部冷气机 是有红外线遥控器的 都可以用到的 好了,这就最厉害了 七天的行程安排 一会儿我们就会讲解一下如何使用 智能冷气温度的调控 以及手机定位 使它可以自动出人 我快回到家了 要多久就自动开了冷气机 等你回到家了 一会儿都可以教一下大家 如何分享 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好了 入门版的SensibleSky 就是 入门版 入门版的意思是最便宜 它的分别在于什么呢 就是它支援不了HomeKit 如果你是安装机的用户 其实你们买这个 都已经有齐了 刚才所说的所有功能 好,然后呢 如果我是用HomeKit 用开HomeKit 我有很多智能交产品 想在HomeKit 一次过看完控制 那你就可以购买 Sensible Air Pro 和Sensible Air with Rome Sensor 这个分别在哪里呢 就是 Air Pro 它里面有一个 监测 就是可以监测你 你的空气 在家里的 CO2 和 TVOC 就是一些揮发物 例如 甲泉 那些有毒的物质 如果它太高的时候 它就会 告诉你 那你就可能 掃回相应的 一些 例如 开枪 那样 好了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 Sensible Air 有一个附加 Rome Sensor 这个你可以放在房间的 角落位 例如 当你离开房间 或者在房间 你就可以做一些 指令 我要关机 我要开机 这样的 好 接着下一个 我们就可以 教大家 如何配对 好 接着呢 我们就教大家 如何配对 再提一提 购买之前 记得 记得 订住 SRX Work代理的 正货正品 然后呢 买完之后 就尽快在30日内 去登记 就会享有两年的保养 好 首先 打开之后呢 你就去Apple Store 和Play Store 就会下转 那个Sensible App 然后呢 那部机里面呢 就会有 英国的插头 插头 电线 那么 事件的关系呢 我已经准备了条线了 那么 那部机呢 每一部机后面呢 就会有一个QR Code 那第一部手机呢 探了这个QR Code 它就是主机 那你就可以将这一部Sensible 可以分享给你家的家人 或者朋友 一起去控制那部冷气机使用的 好 那首先 接了电源之后呢 它就会有六灯 闪 开仔 在开仔 好了 闪了 闪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 Sensible App 在这里 提提大家 那么在那个设定那里呢 你可以选择语言的 那么有英文 也有其他语言 那么在近年呢 就是新增了中文的 我们出去画面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这个三点 这里 然后增加新装置 然后选择相应的型号 这个就是Sensible Air Pro 下一步 下一步 然后呢 就拿回后面 记得是这个的QR Code Scan QR Code 就是Scan一次 那部手机呢 就是主机用户 然后呢 你就可以将你那个 Sensible 的装置呢 就可以分享给你家人 对了 真真 Party room 好 好了 然后这里 了 准备你的遥控器 对了 对了 我们就可以对着它呢 就可以这样一下 好 这里这样一下 好了 接着有金 按一下它的开关键 开关键 开关键 那么 那么 Sensible 它的Data Base 是非常之庞大的 那么它拥有了 差不多全球很多 不同牌子的 冷气机 遥控器 它们也会不定时 去更新的 如果有些新的装置 它们也会 可以告诉我们 更新的功能 不像外面那些很平价的 remote control 那样 就需要逐个逐个的按键 去去调整 这个按键是什么功能 这个按键是什么功能 而Sensible 它们就很简单 就是一个按键 就可以识别到的了 好 我们再试一次 确定它是对着它 OK 看到了 它现在已经证刷了 这个是什么型号 完成 这样就完成了 好 然后完成装置 切备 这个就是 这部机 这部Sensible Air Pro 里面的功能 我们稍后就可以再 重新讲解一下 里面的功能 是什么 刚才我们就把Sensible Air Pro 就加了到APP 现在我们就介绍一下 在APP里面 有什么功能 和操作方式 刚才我们加的 就是叫做Party Room 按进去的时候 你就会见到 有个叫做空气质素 可以detect到就是 TVOC和CO2 TVOC就是 总挥发物性有机物质 例如是一些 甲醇 有害的物质 我都可以detect到 CO2就是 二氧化碳之类的物质 例如在香港 香港大多数家 有些 例如是 开放式厨房的 其实当你煮饭的时候 CO2的含量 就会比较高 如果Sensible 在你厨房的时候 它detect到的时候 就会告诉你 你家里的 二氧化碳 含量比较高 你需要开一下窗 这个就是一个提醒 而在下面 就会见到 remote control 里面的 基本功能 譬如我现在想开冷气机 我在外面 我要回家了 我用手机开冷气 它就会开到冷气机 然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里 就加回 温度 高点 低点 好 有模式方面 基本上 你的remote 里面有的 功能 这里都会有的 例如有模式 有冷却 暖 风 干 自动 风扇 类别 速度 摆动 上下摆动 水平 好 有一个功能 非常之好用 就是 行程表 这个功能 行程表 这个功能 好了 那在什么情况下 我会用的呢 譬如我在家 要离开家 一段时间 譬如我想设计 逢星期一三五 那就是 为了长期 不开冷气 那就是 家里就会发毛 那我就会 譬如一三五 我就会开 半个小时冷气机的 就会 譬如一三五 好了 譬如我今次是 日本之旅 好 那 譬如我设计 十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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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五 那我做些什么呢 就是 冷气机呢 就是 开启 那 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 风干 譬如我家里 不想太潮湿 好了 那 就做 有没有做摇摆 转动 这些 就 看看自己需要 需要不需要 那 譬如我设计 我设计 就是 早上 早上 十点钟 一三五 就做 开机的动作 模式就是 风干 储存 好了 大家记得 有开 自然会有 试的啦 试的 我们都可以 再设计多一次 那 我就开 十点钟 开半个小时 就是 一三五 那 这个指令 是什么呢 就是 关 OK 好 处处 好了 画面那里 你就会见到 一三五 十点钟 就是开 一三五 十点半 就是关 有些 主人 你们不是 回家 其实 回到家 不是 上班 那些 妈妈狗狗在家里 会很热的 有些 主人 他们就会 设计 例如 早上最热的时间 12点到6点 这段时间 他们就会 做一个设定 在某个房间 开冷气 那些 妈妈狗狗 就会冲去那间房 烂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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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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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 我要 几点钟 有些 冷气机 本身也有 一个 功能 但也有限 这个就比较 弹性很多 而且你一眼看完 好 然后 另外 就会 有个 图表 记录 这里就会 告诉你一些 活动的记录 我做过些什么 好 好了 这个 Chromic React 这个功能 非常之好用 例如说 我要做一个设定 去触发 那个冷气机 去开 或者熄 或者做一些某些的动作 这个是非常智能的 有些 现在 新出了冷气机 标榜就是说 自己是WiFi 控制的 可以开关系 但他们做不到 这个 那么 聪明的 设定 譬如 我这个 我触发点 就是温度 我要做什么呢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当温度高于 譬如 当温度高于25度的时候 拉了 这个空调装置 这个空调装置做什么呢 当高于25度 我家的猫高于25度 我就要开机 OK 开机 然后呢 风速 这些就可以自己调了 好了 温度是多少呢 我上家就保持23度 OK 那 然后 就做一个指令 如果 比如说 温度低于多少度 比如 我低于20度 那么 我做个什么指令呢 是的 就可能会是 生机 又或者是 直接是 也都可以保持着 开机 但是我就要维持着 某一个温度 那么 24度 或者25度 都可以的 这个呢 就是视乎你那个 实际需要去做一个设定的 好 好 接着特别要讲一下呢 就是一个地理围栏这个功能 地理围栏这个功能呢 你可以设定 就是说 当我进入了 家或者公司某一个范围的时候 我就可以自动开启个冷气机 又或者当所有人 全公司同事走完 我又可以自动关机 那么这个功能是哪个做呢 首先我们就去回外面 新的位置 地理围栏这个位置 可以看回 GPS 授权Sensible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拉这个巴 它就可以根据回大小 就会调节回 最小呢 其实可以去到100米的 那比如说 当你进入了这个圆圈 这个范围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什么指示呢 我们可以看下面 PARTY ROOM 这里 PARTY ROOM 好了 我就可以开启冷气机 譬如全公司的同事走完 我就可以关掉 那怎样 可以用到这个功能呢 全公司的同事走完 就是我需要分享给全公司的同事 每个人都要有 安装Sensible 然后share GPS 给Sensible 走的时候 就不会忘记了 塞冷气的了 好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么多 如果有什么移民的话 大家都可以随时联络我们 CS同事的 谢谢